北港工業空常常邀請全國國所在的工業師來到工業空做電腦 陳明清老師的轉動就是做酒陶調教 因為自小時候他就對酒陶調教有興趣 來到調天宮看到酒陶調教的酒師是覺得非常欣賞 就自己來研究認識調教 也創作出一個還有一個很優秀的作品 現在當地工業空做電腦 歡迎大家一起做酒陶調教 一個一個一個做工優勞的酒店 都是部書主導的工業調教師陳明清所做出來優秀的作品 陳明清在小時候來到北港調天宮拜拜的時候 就對外面的酒塞兩條頂頂非常欣賞 後來越看越有興趣就開始去學調教 我如果在北港麻醋廟 就都會看到北港廟一些酒塞 你像兩條酒塞 我很喜歡這樣人的酒塞裡面那條雞 它會營養 就在那裡對酒雕先出魚鞋 上昇華當中看到的東西變成創作靈感 讓民進的作品頂端完全沒有太多 包括還有你動物也不是我 經過他的腳手都變成餐廳這個一樣 最多有創意 沒有一個地點啦 什麼都貼的都有興趣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靈感在哪裡 我以前的靈感就是 你這個我自己創作的蓮儀寺 還叫這個酒塞裡面 北港工藝方常常邀請各地的工藝師 很來基盤電郎給大家分享 不然都是希望可以給電郵 就是現在結束的氣氛 讓更多人來北港驅打 陳明清老師是我們這一個嘉義市目前的石雕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他小時候也都在我們北港這邊出入 然後這次很高興邀請陳明清老師他的這個石雕特長 來北港工藝坊展覽 他的展期是到我們9月1號 歡迎全國的信眾來北港拜媽祖 然後暑假也順便來看陳明清老師的這個石雕展覽 一條的電郎中的基盤到9月1號 豐富各精彩的作品 才在在UK的盡量興奮 看丹明清台書創作過程的故事 也能看到北港米廟的劇宿跟中國文化 接下來陳怡婷 彩虹報道